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三少 假面骑士利贝斯已经播出有16集了 随着菲尼克斯突袭大本营 亡命中老挝一国端 利贝斯的第一阶段到死正式结束 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赶紧吐槽一下 这前16集的剧情吧 有道是前人灾树,后人呜呼 放言古今中万 今人对古人则有种莫名其妙的执着 无论是武功秘笈还是欲见非先 这八人总能不约而同把别人的坟头 当自己开挂的理由 问题是他们往往缺一位大师 给他们鉴定下这东西是上周还是上周 蜜蜂储存3000万年后跳出来的不一定是光 也可能是 所以这次的世界一如往常 镜头给到我们倒斗界的欧美捞逼分部 不过这次遗迹中出土的不是一条腰带 或是一只铁盒 而是能与恶魔进行契约的诡异印章 以此为据科学家开发出了全心全意的假面骑士系统 到了现在,家族澡堂首席清洁工武士兰一辉 某天发现自己觉醒了斯丹兜帕沃 以下是他觉醒时刻的对话 于是乎率先开启主角光环的一回 在2D临时拉坏后顺利借过腰带 变身成为新一代梦幻少女粉双兵恐龙骑士 从此第一阶段三封多箭头的亲子大舞台就此展开 大体上来看 雷维斯的开局还是比较优秀的 打戏水润超标 CJ键模不及格 但演出效果破格 剧情构架流畅 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不过基本都无伤大仰 这我就不得不夸一下本作的世界观设计了 作为一部以纪念作为主题的令和启示 雷维斯的舞台倒是出人意料的简单 可以说是一家五口一间澡堂 一片街区一群成罐 一个反水一只内鬼 一群反派一波内洪 一碰就碎 就这么多 毕竟前几年世界观破的太猛 稍不住的赖打一抓一打吧 开局牛逼吹得大 接着又拉了胯 主线跟单元回割类感严重 动不动就成了拿时代广场的地基 卖口冷面 突出一个格格不如 所以雷维斯这种社区英雄的设定 反倒很接地戏 不用怕撑不住世界观 也不用愁眉空间塑造角色 观感也是一路平稳上升 每个登场人物都挺讨戏 相比前两年一身标签的 有命人和约定人 男主一回的性格就非常简洁 是那种少年漫里随处可见的 爱管闲事的老大哥 不过这种人的戏份 要么是拿来电斗 要么是拿来祭天 无论是给主角留下一套神兵利器 然后 或者带主角打个越级boss 然后 又或者帮主角刺探个绝密情报 然后 都不是什么稀缺案例 我们常说这种人当主角 一定会比主角更主角 但这种人当主角 活到最后的八成不会是主角 坏了兄弟们 死寻完了属于是 好在一回是真肉的离谱 连吃几个大招 被揍飞十几米都没解除便是 给人挡刀挡住死亡服来个分镜 转个头跟没事人一样 直接爬起来 给敌人和队友一起都看傻了 毕竟是个当年吴小祥中 至真小祥同名的男人 关键时刻情深 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 而大二就是个标准的男二模版 家族头号做题家 正规编制好青年 可惜在大哥的主角观望下 心态出现了一点小片场 然后 居然变帅了 我怀疑给大二整个坤坤同款中分 就是为了衬托慎师傅的颜值吧 果然是被全体剧组 一起迫害的可怜孩子 作为三兄妹一种卡中间的老二 上扰不起大的 下碰不起小的 有事没事为兄妹合伙 进行人道主义关怀 隔三差五用胸肌与骑士梯进行亲密摩擦 别人的恶魔跟宿主相亲相爱 自己的恶魔想让我纳上命来 今天渗楼狂爽吃辣 明天大二厕所爆炸 十足本剧第一抗压王 剃出第二个海誓来 基本指日可待 至于小鹰 他的剧情八成是得罪了编剧 哥哥的篇章都写的挺猛 到他这就拉了大垮了 他那两集个人回 就是一群地性商 在比谁能率先俯冲地下室 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 当着一大票观众面 变身失败 要不是一挥够肉 还差点把亲哥给坑得白给了 面对劝响我唯唯诺诺 面对批评我重拳出击 莫了还特意给安排了一场段 破防镜头 第一份是跌到家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给这段劈个图 玩具刚到手的我 发现是盗版的我 变身前的铺垫位居三兄妹最低层 实属先当王八后当敌 梦想成为世上最无敌的人 结果拥有了史上最狂野的变身营销 虽然最后顺利成为三企 但总觉得他除了打架 缺少点骑士的内核 目前看来塑造的并不算出色 期待一首二阶段表现 门田这人就比较简单 整个就一二代不破 身边的人要么是偷碎 要么是黑话 要么是内鬼 只有自己铁好人一个 天天被队友的反人类操作 整得一连懵逼 嘴里总喊着要赌命 实际上也真的为了正义在赌命 据说复习的戏份 都是演员自己争取来的 可以说是非常励志了 而戏里的待遇只能说是 天将正大任于四人 一身皮套冷冷嚼嚼的 好像不太熬滚 实际上躺得比谁都多 顶着四级的称号 吃着二级的待遇 一人称单起前期 所有的张口遍眼戏份 自己被自己的腰带干肥 傲娇看了都直呼内行 而且是没有一位 武神兰家骑士变神 就会有一只门田 被揍到当场献祭 所谓天理招招 道法无常 因果轮回 皆为虚妄 谨记众生悲苦 严防骑士骗局 没有买卖就没有坑开 本作骑士系统的最大特点 就在于一个顶俩 每个骑士都会有一个 继续自身性格的半生恶魔 Vice就不多说了 标准的搞笑一家吐槽艺 随着剧情推进 总能开发出一些 稀奇古怪的功能 因为得罪剧内的甲方爸爸 而惨遭针对 衣灰的皮套是万代正品 他的皮套是拼多多补贴 反正就是 衣灰吃菜我喝汤 衣灰登场我打光 衣灰揍人我来访 衣灰装逼我躺枪 经个二端形态只能剪点边角料 自己都吐槽 魏毛总是我在吃笔 说到这就正好提一嘴 这俩儿组的超级变换形态 也算是本作一大特色 但不得不说 这玩意儿真他妈是 一个赛一个的抽象 想出这个创意的人 杨坚应该不咋适合他 有几个姿势啊 那就是白居易见了都说离谱 离离缘上谱 这小孩子看了万一来点兴趣 那这就是哲学正统在启示了 而小英那边的拉布 就是个纯纯的萌 张狼恶霸又年体 除了抗揍我也目前毫无特色 至于唯一一个 能表里切换的慎罗 这后完全就是 前期剧情最大的乐子 秉承大二对哥哥的 嫉妒之心人生 颜值高 逼格更高 你以为他要整点大动静 其实他想干的不过是 而这位备受期待的慎师 我一操作起来就是一拖势 最被人诟病的 就是慎罗的攻击力问题 随时随地无限开打 小匕首一拉漫天刀光 给老哥揍的是连滚带骨骼 完了是一点事没有 打击特效满点 造成伤害零点 慎师傅 别刮了别刮了 再刮后背都给你刮哄了 咔面赖打瑟基斯 你知道我慎师傅的痛吗 要不是有骑士帖的保底伤害 恐怕真的很难收场 最搞的是第八截 各种苦心故意给老哥整过大的 本来都要计划通了 结果被自己逮给对面的印章 打到自己逮给 怎么想的呀慎师傅 这太丢人了 估计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来再登场直接写情况 我是恶人 你敢请求我 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本想大声斥责 但他踢的实在是太疼了 挤 而且这种蹭得泪的诞生理由 暗定律迟早都会变成胸空 不幸在就等人 本作打着骑士50周年纪念作的喜好 处处致敬前辈 可是强了不止一个曾经 无论皮套演技还是剧情 全都把实王按在地上摸擦 虽然开播前 人人都吐槽着猛男粉配色和奇葩脸型 等开播后 咱马上再一次见识到了 东大妈精湛的POA技术 几套基因组砸下来鸦雀无声 破壳暴龙一出 直接引得一片真相 果然大家嘴上不说 审美早就已经是 东大妈的形状了 除了无论怎么看 都越看越难看的真得皮套 相不起来的 其实也就这两套 其实以实王为基础的 打完机场就再起不能了吗 这他妈可是终身大事啊 还有一个Z的胡浪 你那看上去很会打牌的大波浪呢 咋就上俩刘海了 灵魂没有了 他终究是被无情的生活 磨平了棱角啊 当然利维斯的卖玩具力度 虽然丝毫不逊于前几座 甚至还多了好几套变形精能 但分配力度还算合理 该绣皮套就绣皮套 该走剧型就收入认真走剧型 带货和讲故事 达成了一个不错的平衡 其实本作大部分时间都在走主线 大圆剧的成分比较少 涉足的内容角度 但都潜尝折止 没法细品 像是那个威胁证人 寻死舞别的律师 如果向离狗海里发散一下 感觉也能蛮有神医 不过也可以理解 一几就24分钟 还要插一大堆的内容 忙都忙不过来 有利益就不错了 还要啥自行吃人 主线方面倒是奇少品 主各种小高潮 一会儿像少年漫 一会儿像谍战片 一会儿像悬疑剧 一会儿像日常翻 都让他给懂完了 还完全不觉得突兀 这就是前面说的 世界观的方便之处 主线是真的好写 认真写写也是真的好看 唯一需要牺牲的 就是反派的逼可 把他忽 care 说到本作的反派亡命中 这帮人可真是纯正的笑话 窝在个敌厅 领着一帮男男女女 夜夜狂海 结果发现除了制造点杂饼 根本不能用这群信徒干什么 热衷于寻找各种 菜的异逼的路人 扰乱社会自然 回回都是一个一个送 跟顺风快递一样 可吃戏呢 给主角倒贴新形态 人家慎师傅都知道 整个三人小队一起出击 你们这仨人大脑拼起来 居然愣是凑不出慎师傅半个 要说这组织干部 本来也没几个 一个从小就开始洗脑的同样性 一个没点二五八八 还想搞野心的样根队 一个满脸智慧的 还天天装死卖掳人 以及几个莫名其妙 就排队送走的野生主队友 好不容易集合开自会 居然还是搞窝里翻 就这破组织 那这是草皮老婆进菜园 真鸡把菜 因此礼拜四前期剧行 也是轻松的姥姥家 打起架来 永远是主角战力比反派多 随便整个新形态 都是游手就行 来多少躺多少 回回都是正义的巡游 你这反派当的也太失败了 后称基地位置绝命 结果是个人来 你们都带回全水逛一圈 咋的 是外面的星巴克不够上流 还是金拥们的WiFi不够迅速 让你们搁这 我家大门唱大开 开封怀包等你 现在想想 达尔还苦哈哈的挨了一脚 才从慎师父嘴里跳出情报 随便找个这些登场的配角 不就得了吗 就这药丸组织 居然还能坚持到16级 才被一锅断 只能说这就是 人文社会给他们的慈悲吧 据说后面 立狱哥马上要带人卷土重来 我只希望他能给点作用 不然 这亡命中也退窝囊废了 现在看来 李白色的整体剧情 是没什么问题的 福比埋了一大堆 照片上消失了一回 父子家反派 撒尔凑一个心脏 Boss怎么复活 愉悦人的真实目的 阿迪雷拉什么时候反水 都是可预见的 回收就是爆点 二阶段才是真正的高潮 至于俯冲地下室这件事 我就不参与了 你们还是找屌人为妙 总体来说 我对李白色的后续 还是保持乐观的 不过听说 下个月幕下编剧 不会跟全程 版本就要上来打人赚外快 总之 世界观展开后 希望能好好稳住 上下线都低不到哪去的 那么以上就是 李威斯开篇吐槽的全部内容 我可没有毒奶啊 不管我是 这叫谨慎评价 最后吐槽完梗 仅供娱乐 尊重作品 理性讨论 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想看更多特色内容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按钮 无论新老观众 都请长按大拇指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